为了提升阅读力 让正民接触更多文学创作 罗东正立图书馆结合国际阅读日 争取国立资讯图书馆办理原创绘本大解密 全国公共图书馆巡回展 将从4月15日到4月30日 在罗东正立图书馆展出 为了营造社区阅读的氛围 从4月17日到4月19日 延伸至北城国小社区共图站展出 展览包括解析绘本诞生前的重要故事 解密创作DNA展 集结国内知名童书创作者 展出包含创作构想 初衷与坚持 技法与故事设定等抄稿 到完稿时的创作历程 另外在展区展架上 用手机扫描QR Code 都可聆听ITTINAPP中 每个创作者关于展览的语音简介 罗东正长吴秋林表示 罗东正连续三年荣获教育部颁发 整体阅读力表现机优城市 能获得如此佳激 着实予有荣誉 为了推动更优质的阅读环境 及丰富的图书资源 图书馆持续新购书籍 并不定期申请相关巡回书展展出 提供证明城乡无差距的阅读体验 那这些绘本呢 都是一些原创的一个绘本 然后国家图书馆也给我们了 这个绘本的一个解密的一个看板 因为这些绘本都是属于原创 然后它只能在图书馆里面借阅 但是不可以带出去 我们从15号开始到30号 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会在这个 我们的理科总图书馆做展出 希望说所有的家长 带着小朋友来到图书馆 来这边看这些绘本 希望学校的老师 带着同学一般一般的方式 带这边来看这一个 很稀有的这样的一个绘本 全宜蘭县乡镇镇图书馆 只有在罗东正立的这个图书馆 有这样的一个绘本 那因为我们希望说 能够把这个展面能够扩展一点 所以刚好在北城国小 有这一个社区的共读小站 所以在17号18号19号 这三天会在北城国小的 这一个阅读小站 做这一个三天的一个 局部的这一个绘本做展出 这一次书展 只有在罗东正立图书馆有展出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 前来参观展览 带领读者去重温 童年的快乐时光 以上新闻由正深记者 张凯婷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滴